古人讲的话有道理 结后起行 信结行正 结了以后再行 那个行是真心 没有了解 那个行 那盲修下列 它不是真心 你还是有很多烦恼稀奇 你还是行还在造造业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彻底放下 愿情平等 对于圣经 善愿 不生贪念 没有贪念这个念头 不会起这个念头 逆境过缘 不会起嗔恨的念头 会起什么念头 会起一个报恩的念头 就像善财童子 不是善财 来找麻烦 羞辱 张爱 甚至陷害 都是恩人 都是老师 他来考我了 看看我功夫怎么样 那如果一点嗔恨心没有 还有报恩的现在 报老师的呢 几格了 通过了 真是这样的吧 善财童子 一生成佛 不就这么成就的吗 那五十三位善知是什么 就是我们社会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那你天天给他接触 天天接受他的磨练 这就叫五十三残了 真在境界的磨练出来了 这个磨练成基础的观念 非常重要 第一个一题 第二个万化结果 知道一题 我们才会对 所有一切众生 那份真诚的敬爱 这个会生起来 大慈悲心会生起来 知道万化结空 好境界也是空的 不好境界也是空的 像我这次 在这个印尼 一些老同学见了你 请我吃饭 里面有一个企业家 是个女的 是个老板 在印尼大概产业不少 那是大企业家 他问我一个问题 大概有人 用不正常的手段的时候 骗了他一笔钱 大概这个钱相当可观 他问我 他想找律师 就告他 把钱拿回来 帮我这样做好不好 我说你学了佛了 这个钱呢 你也不需要急用 你有的事情 他用你用不都一样吗 何必呢 真的如此 何况你没有钱 没有钱也是这样 我没有钱 我的钱全部被他拿去了 好似啊 只要你的心态好 我死了 也深厉 心态不好的话的时候 钱多回来了 我站住去了 这是真的 一天不假了 后面是真这个呢 你才真的能放假了 真的不再去真了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